博奧亞洲論壇早前在海南海口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超到訪當地出席論壇 星期五李家超結束在當地三天的行程 下午返港在機場見傳媒總結成果 即是我們是要發展 但是亦都要確保有一個穩定和安全和平的環境 第二方面的收穫就是 今次出席論壇是給了一個機會 去跟不同的國內以及國外的領袖見面或者交流 第三 香港在出席論壇期間 是參加了全球自由貿易區夥伴關係倡議 我們參加了去令香港多些商機 第四 我利用了今次出席論壇 是支持了香港的企業和香港的年輕人走出去謀發指 與��獲民企業的主要來強調 所有獲民的採訪